行政院长苏贞昌2023年元月15日 对于全民领6000元等政策挨批大撒币保官位 受访时自比明末将领原重换 遭到质疑是否代表总统蔡英文是亡国之君 对此 苏贞昌于今16日表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股建金呼吁国人同胞在当今局势险恶的时候 不要再中了分化离间计 中央行政院近期已和定捷运西东县 普发新台币6000元 部分媒体挨轰影设为撒币旧官位 对此 苏贞昌语出惊人回应 别像父子骑驴一样 这样也骂 那样也骂 扭曲抹黑重伤分化 自比为原重换不死 清兵怎么入关 苏贞昌于今16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原重换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连满清皇帝都认当年的分化离间计成功 才能拿下天下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股建金 呼吁国人同胞在当今局势险恶的时候 要大家一起团结对外 不要再中了分化离间计 而再次上当 但是 苏贞昌自比原重换一事 被媒体人质疑 难道是将自己比喻为原重换 那么蔡总统是王国之君崇祯皇帝吗 拿明朝的官比民国的事 隐喻失当 莫此为甚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